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总继 今天我们邀请到香港最好朋友 他是郭一铭郭总编 郭总编好 你好 欧教授 是 郭总编 我们看到柯文哲到黄珊珊那里去过了一宿 而黄珊珊为什么被他最倚重了 这已经是大家在讨论的问题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明明一开始爆发的案 还有别的案 譬如说新冠案 前头大家一起犹新 还有假账案 但是为什么最后引爆的是金华城案 所以我们来邀请郭总编来为我们 剖析一下 您的观察 为什么在最后引爆的关键点 是选在金华城案 而这案子发作以后 他中间被吴宝请回 又为什么躲在黄珊珊那边呢 总编 欧教授您提的这个问题 是大家都在关注的 为什么不回家 而去了黄珊珊家里 他们两公婆一起去的黄珊家里 黄珊珊有一个身份 不仅仅是现在民众党的这个部分区的立委 同时更重要的 他曾经是柯文哲的副手 是 正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关系 而这个案件 金华城案的案件 发生在这个柯文哲当台北市长的这个任上 表面的披露的这些资料显示 这个金华城案的这个容积率的这个被改动提升 或者说我们用我们香港人的话来讲呢 叫做发水 就是膨胀 有些东西泡到水里以后 它就会膨胀 是吧 就是这个情况呢 是很严重的 840倍 那么这个一个情况究竟跟黄珊珊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 他为什么躲到那去 我认为无非两个考量 第一 躲到这个黄珊珊那里去的 寻求一种慰藉 就是觉得这是最亲近的人 在遭受到这样的一个这个起始大辱 可能柯文哲认为这是把他带进去 两天受尽了压迫和欺凌 这个他自己讲的 叫做宁乐 这两个字他讲的 那么所以他要找亲人 可靠的人来亲属 来安抚这是一个对象 第二个呢 也可能因为他曾经是他的副手 那么有些事情呢 要到这个一个他的这个家里 或者他找的这个地方呢 还比较安全 便于两个人呢 在商量下一步的一些对策 为什么没有邀请 比如律师啊 问有没有邀请这个民众党的 现在案例来说 民众党的这个这个秘书长 这两天也频频出来开记者会 为什么不邀请他去看来 在柯文哲 或者说柯文哲夫妇的心目中 看来最重要的 拜托黄珊珊 郭教授 是那有没有个可能是 黄珊珊这边呢 可以电话直接拨到蔡英文那儿 或者是黄珊珊这边呢 有办法呢 通过蔡英文的联络到整个法界 这个可能性呢 是很多人都来猜测了 因为黄珊珊自己也是法律系毕业 而且呢 也有律师资格 您认为这个几率大吗 还是说他们有别的事情 要好好的商量商量 所以在黄珊珊那里 必须要商量整个晚上了 总编 是 欧教授 您提的这个问题是另外 属于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 黄珊珊在整个柯文哲 涉案的这些问题上呢 他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而在整个的柯文哲的团队 他又是一个很特殊的人 简单的说 他跟这个 他的他的哥哥黄曙光 黄曙光是这个蔡英文任上 最 移众的一个军方的一个高级将领 而特别是在 因为这个潜艇案啊 包括这个购买军火啊等等 这些问题上呢 恐怕 他似乎是一个最 蔡英文认为最靠得住的人 这里面水就很深了 大家就可以想 是吧 那么通过这样的他哥哥的案件 要跟蔡英文有直线联系 有这个联络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这个事情 柯文哲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 也有人在评估 说这是背后啊 检方和法院的一种 这种在决力就像 郑文哲案件当时是三次抓捕 三次这个释放 这个情况呢 现在看起来呢 也可能在重演 那就是说是检方 台北的检方和法院呢 现在在对抗 那么谁能够影响法院呢 那当然除了蔡英文 没有别的人 欧打说 是那您认为啊 柯文哲这种行径啊 在过去从1950年以来 台湾的司法史上 从来没有发生 就这么致命的政治人物呢 居然被训回了几十多小时之后 出来还没回自己家 还是回到自己的副手那里啊 而且是夫妻一起去 这种事情呢 也从来没发生过 您觉得 他们目前这样的一个选择 或者这样的一个做法 真的可以逃过 赖清泽集团的追捕吗 总编 现在除了柯文哲夫妇逃到天上去 那就没有办法了 只要他还在台湾的这个地方上呢 恐怕这个赖清泽是不会轻易的放过的 一定会追杀到底 那么柯文哲目前的这个情况 你想想他唯一能够去的地方是黄珊珊 那你想想他背后还有哪些力量在支持他 这些力量是否足以让他这个逃过赖清德的追杀的这个刀 恐怕很难了 这个命运这个剧本呢 已经写好了 再次被检控 再次被提讯 甚至再次被关押 恐怕这个剧本已经写好了 我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 想要请郭总编为我们谈一下 那就是您认为 柯文哲时到此刻 也就是到了现在 他们夫妻俩到底弄清楚没 赖清德为什么一定要把他抓进去 或者说他到底弄清楚没 他有多少东西可以被赖清德给抓进去 您觉得他搞清楚了吗 总编 我在说这个柯文哲呢 其实原来请得要收拾他 这个消息或者是这个风声早就放了出来 这个在应该说是在赖清德当选之后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 再怎么说 柯文哲都应该是有所准备的 他也这个自己呢 相信呢也清楚面对这样一个局势 他有哪些这个屁股不干净 大家就会知道我哪里不干净 那大家都知道 除非柯文哲认为我绝对是清白的 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么他的这个当然就可以 可以很坦然 但从目前他这每次开记者会的公开回应 或者说媒体追访以后 他的一些做法的回应 都让人觉得他有些 这几年有些患得患事 和他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 他所过去所塑造的个人的这种人设 就是他是一个清廉的这个反对这个各种贪腐的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个人生似乎大家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这个就是他未来很难逃过赖清德的追杀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对根据郭总编这个说法 难怪我老觉得 柯文哲甚至包含柯文哲的夫人陈贝奇 这两个人或者这一家子的人 好像总是在状况外 如果他继续在状况外 那好吧就不妙了 感谢郭总编精彩点评 谢谢郭总编 谢谢欧教授